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来安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老编啊 前两天给大家介绍了 我说这个枫叶国它首先扛不住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 为什么它扛不住了呢 答案非常简单 你是一个和澳大利亚差不多的 以低产业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国家 挖矿 占据了原住民的这些土地 土著人的这些土地 挖矿 捕鱼 海鲜 种植 养殖 你都是搞这些个玩意儿 还有些森林资源 对吧 水资源 你霸占了这么多资源 你们整个昂萨世界确实是很强悍 但是你没有什么第二产业 你的这些低产业的这些东西 都要卖给中国 中国其实是蛮缺乏这些粮食和能源的 但是你硬要跟中国来对干 那中国只能惩罚你 中国已经找到了替代了 阿根廷 像非洲 什么坦桑尼亚 赞比亚这些 中国都买地或者廉价收购他们这些土地 或者他们农产品 在俄罗斯远东 也有很多的这些产品 从俄罗斯可以这边进口 可以俄罗斯来替代 俄罗斯跟你加拿大的纬度是一样的 种出来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说禁就不是吃罚酒被我们给打了 那特鲁多只能开软档 说电动汽车 铝 钢铁 可以申请揭免 就是我加关税归加关税 因为我牛逼 所以我关税这个事我不能撤 但是你们可以申请揭免 那是另外一个事 那不就是说你就取消这个制裁了吗 就他们的心里 屁股一撅 饿死饿尿 我们都知道了一清二楚 那现在特鲁多要在10月28号 可能要滚蛋了 执政9年的小土豆 他以前执政很舒服 对吧 但是一旦跟中国出现了裂痕 他还跟印度有裂痕 那你说这个国家他怎么带 所以说阿三可能要上台了 加拿大上台的阿三 比英国的那个苏纳克 更加的阿三化 大家直接绑一个黄色头巾上来 吸个教徒 来带领加拿大人 进行卡里斯坦运动 全民信奉吸个教 而且你要知道印度人 他们到哪去 这个传教也是速度非常快的 到哪去都给你传教 让你面对他们的生活方式 加入他们的生活方式 用双卡双带的手机 弄个大屏幕 大音响 放歌 在那给你再歌再舞 对吧 让你也跟他一起唱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遭多名党内议员逼供 当地时间10月23日 加拿大自由党的24位议员 在该党的党团会议上 公开宣读了一份联署文件 要求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在10月28日之前 对自己是否继续担任党会 做出选择 否则将面临一系列后果 特鲁多就此回应说 他领导的自由党 依然强大而团结 他同时表示 他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反思 早在两个星期之前 一些自由党议员 就开始酝酿 霸出特鲁多 以避免自由党 在下一次联邦大选中失败 按照目前的选举安排 下一次联邦大选 应该在25年的10月举行 多数民调结果显示 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 支持率持续下降 很可能输掉大选 这意味着 将有数十名自由党议员 在下一次大选后 失去议员资格 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 已经执政9年 自今年夏天以来 该党在政治上 遭遇了一系列挫折 特鲁多也是一个 对权力拥有极强占有欲的人 但现在就被逼宫了 这个剧本我看过 在纸牌屋里面看过 纸牌屋里面 那个美国总统 不就是被逼宫整下来的吗 对不对 后来这个凯文士派系 演的男主角上位以后 也是被逼宫 说你别参加总统大选了 这牛逼 就前面他当上副总统 把那个总统给搞下台 对不对 像不像特鲁多被赶下台 而凯文士派系上去以后 要参加下级选举 包括众议长 包括国务卿 包括好几个民主党党编 都跟凯文士派系讲 我们不希望你参加下级总统的选举 这不就是拜登的剧本吗 所以我说美国 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 真的就是这样的 我纸牌屋这个电视剧拍的真好 它都是有预言性的 今天都在发生啊 所以纸牌屋有的时候一度被禁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那么就像有一部电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叫《大开眼界》 库布里克的最后的一部导演作品 由这个好莱坞的金童玉女 汤姆克罗斯和他的前妻 尼可基德曼演的 那里面就展现了他在加州的撒旦教 是怎么一回事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里面他就是邪淫的一切 邪淫的一切 所以说 有些剧 他就是在真实的进行还原 所以特鲁多 他这种 其实这个人一点没有能力 大家知道 加拿大的总理 其实谁都可以去干 我都可以干 你也可以干 很简单的 你只要有一个好跌 然后你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他其实是远离国际政治中心的 也是跟着美国什么刷刷存在感的 那你如果说做加拿大总理 跟中国好 跟印度关系搞好 把农产品卖到中国去 换取大量外汇 让中国的有钱人移民到加拿大来 对吧 然后 这个内部这么大的土地 该生产生产该干嘛干嘛 也没有错终复杂的国际地缘格局 政治斗争 只要跟着美国屁股后面就好了 美国说啥 我投票 美国说不好 我就投反对票 他说好 我就投赞成票 那这样的总理 说实话 谁都会干 连这样的总理都干不好 你觉得他有什么能耐 所以特鲁多这个小的 他真的是没有能耐 这个人是真的一点点本事都没有 西方 其实跟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一样 也都是很多高干子弟 没什么点本事 但是他们的区别就在于 他们这些没什么点本事 他们不会去卖国 虽然他们霍霍自己的国家搞白左 把自己国家也给霍霍了 对吧 但是他们不会去卖国 像不像我们的高干子弟 我们的高干子弟要卖国的 很可怕的 不让他参与权利 参与权利他也卖国 不参与权利他也卖国 所以说这个就区别 但是同样的 西方的这些高干子弟 也是把西方往沟里带 撒旦主义的那些东西 也是把自己往沟里带 也挺好的 所以特鲁多现在执政了 我们来看一下 加拿大现在经济情况 所以这个国家没办法再呆了 很多人都愿意选择回来 加拿大中产收入大缩水 35岁以下的人最惨 没资格贷款 加拿大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 中产阶级正面临严重的收入缩水问题 尤其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受到打击最大 高利率和生活成本上涨 导致许多人失去了贷款资格 使得贫富差距达到了历史新高 与此政府正在推出新的住房计划 受到缓解这一危机 2024年第二季度 加拿大统计局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经济报告 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 加拿大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扩大 达到了自1999年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具体收入最高的40%的家庭 和收入最低的40%家庭之间的差距 达到47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 大大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严峻的事实 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那我们看看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 高利率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 过去一年里利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于那些有钱的人 高利率其实是个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他们储蓄和投资账户 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 尤其是那些收入较低的家庭高利率 简直就是恶梦 他们本来就没多少钱可以存或者投资 现在还要为各种贷款支付更高的利息 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房子的问题 房价高企已经成为加拿大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 现在高昂的住房成本 进一步加剧了家庭之间的不平等 有钱的人可以轻松应对房价上涨 甚至从中获利 但对于普通工薪阶层 买房子简直就是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最惨的是谁 答案是中等收入家庭 也就是他们长寿的中产阶级 统计显示 60%中等收入家庭 是这次经济变化中表现最大的群体 他们的收入相对缩水的1% 听起来1%可能不多 但要知道 这些家庭本来就处于收支平衡的边缘 现在抵押贷款和信用卡账单都在增加 这1%的收入缩水 可能就是压倒落土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是说 最富有的家庭的财富 增加了7.6% 而剩下的这些家庭财富都在缩水 1%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吧 你知道在西方 尤其在北美 和在欧洲其实是一样的 我相信在你们生活过的小伙伴很清楚 大量的人很穷 大量的普通人真的很穷 为什么穷 我都那时候我都匪夷所思 我说你们兜里都没钱吗 他们每个月赚的钱都在支付上一个月 或者是几个月前的账单 不停地在透支 也就是说他们 可以说为什么我当时在看到法国的女人 在1月和7月的打折记 一块欧元恨不得掰成八块欧元来花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他们黑色星星不那么火爆 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每个月的钱 他这个月干嘛 都是算好的 大家也都看过 那个决命读师 决命读师在没有成为 黑森伯格的时候 他过的 他是一个中学老师 他老婆是个空姐 过的这种生活 大家也都看到了 每天吃那种垃圾的 难吃的那种食物 那种会引发三高手 那还是一个白冷的中产家庭 中产家庭 但是这个收支 每天都在算钱 每个月都算钱 这些钱应该买什么食物 食物的量是多少 多少克 他都算好 什么时候有打折记 都精打细算 所以你发现 老外出来 他妈的很抠啊 给你搞AA制 对吧 中国的小型 你EZ哥尔厕所 亚洲厕所就往上贴靠 随意的让他们捅成一个开动 这真的很廉价 但他们这些垃圾 对吧 防费都要让中国女人出啊 中国女人还很愿意 对吧 中国男的就他妈普兴男 啊 奋斗用多大劲 对这些白垃圾的底层 啊 直接 直接就是 就就就打开了 把腿给打开了 啊 在国际上 都是他妈臭名昭著的 你知道这次在德国 四名中国女的 为什么会被抢奸 就是因为这几个女的是正常的女人 他们 他们可能不是EZ哥尔 但是老 老外觉得 我跟你中国女人表扮 你就得让我靠 不让我靠 你是羞辱我 我就要跟你来暴力的 所以大量的EZ哥尔 脑袋里装翔的EZ哥尔 也把整个正常的女的圈层 给搞坏了 搞破坏了 啊 所以说大家想想看 这多么的令人觉得恶心 啊 多么的令人觉得恶心作物 所以说他们的家庭收入 是很紧巴巴的 扣掉百分之一 可能就压垮骆驼 可能就家庭就是 夫妻离婚了 老婆就出轨了 老公就乱乱去打炮了 住他妈摩天了 啊 找基尼去口报了 对吧 孩子就搬出来住了 没地方住了 就就就就可能就辍学了 可能就吸毒了 就学坏了 他们的他们的就中产 就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这过的是很紧紧巴巴的 非常紧紧巴巴 啊 所以老兵说过 现在有钱人就是在 在吸中产的财财富 我们无产阶级无所谓的 反正也就是这样 给我一口饭吃就可以了 我活着就行了 有一口气 所以这就是加拿大 特鲁多交出来的打卷 就就这么差劲 还还不搞好关系 跟这个不好搞 不好搞关系 那个不好搞关系 在内部又无能 什么办法都没有 天天就是穿个西装 耍裤 打个不同的领带 穿不同的西装 站得很很鼻挺 啊 风度翩翩的 像很帅 那种感觉 你看那特鲁多 一会儿嘛 留长头发 烫一烫 对吧 有什么留一点胡子 有的什么弄掉 脸都弄得短发 天天都非常在意 自己的外在形象 你这种人 他是不是脱离群众的 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就他们是为 这些有钱人服务的 跟你穷人没关系 现在又大量的弄 这个印度拉三过来 改变这个选票结构 让每一个中国华裔 都在那唱 阿几肯利 浩亚 浩粉 地大陆公 赶浩大 下 啊 那 这个知识